现在时间七点整 台湾的文化、文学、构织、宗教 也说台湾的物散和如油 希望大家做回来讨论台湾的未来 創作美类的新台湾 多谢大家的收听 中文字幕——YK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湾和日本的历史关系 本来我们就要说清楚 才知道整个台湾的现代化的过程 到底是啥 我们才知道日本在统治台湾五十年的过程里面 有功有过 功是哪一些 过错是哪一些 功当然就是把台湾建设成一个 现代化的一个地方 国家 在东亚 除了日本以外 台湾是最发达的地区 在日治时代就这样 第一的就是啥呢 第一的就是说 以现在的命运来看 日本没有台湾是不行的 台湾没有日本 我们也会走得非常辛苦 所以台湾和日本在经济 文化 政治 军事方面的连结 变得非常重要 台湾 英雄台湾将来 苗圆最重要的盟邦 在美国以外 当然就是日本 所以 我们也是要了解日本 日本也是要了解 真正的台湾 比如说 阿塞新闻 早日新闻 前两天 它就看出来了 对不对 台湾这次呢 在2020年的防疫的 这样子的成果 全世界都会记住 日本人为什么 对这件事这么重视 因为他也知道说 台湾的医学 是日本人来通敌台湾的 现代医学 是日本人建立的 但是怕的 在武汉肺炎病毒 在去年一年的表现 2020年 台湾是压告 我们的师父 也赢过我们的师父 日本 日本人非常惊讶 比如说 我和一个日本的好朋友 就说 台湾的表现亮丽 而且让我们看得很清楚 所谓以前说 所谓 在世界大前 日本精神 台湾人学到了日本 日本精神的好处处 我们日本人 这么熟悉 在这环境措施里面 我们日本反而已经失去了 所谓日本人的精神 所以日本人要回到台湾学习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最近日本跟这些新闻 还是说他们的经典 不是这么重视台湾 比如他的副首相 甚至他的自卫队的防卫相 等于是国防部长 都再三的讲 跟美国的拜登政府说 台湾 中国和台湾之间 中国如果武力冲 攻打台湾 这是日本和美国共同的红线 都是不准许的 所以这点看出来 日本的态度也在变 他的防卫政策也在变 万一美国 没有专闭支持台湾的时候 日本就一定要专闭支持台湾 很简单 没有台湾就是没有日本 他们了解得非常清楚 好 今天要继续来说 他的终章 最后面终结章 他这本社里面 中国民众说到很多 二次思考发生的原因 国民众撤退到台湾来的过程 台湾跟美国的关系 那个法哥 请你们大家 自己拿这本社里去讨 我就不一一再说 现在要来说 最后一张 这两个部分 就是说 日本和台湾是如何变成 交流在民间的活力 到底是怎么样 日本的信任 中国一后 对台湾都不离不采 所以台湾和日本 没有官方 正式官方关系 但是台湾跟日本的民间 变成比官方更重要 日本跟台湾是跟民间 是怎么交往的 那我明天会讲 最后结尾的部分 为什么台湾是日本 不可以或缺的一个盟邦 为什么台湾对日本这么重要 没有台湾就是没有日本 今天日本人的政治人物 还是做这个经济方面的人物 都已经认识到这样的重要性 那么接下来他们要怎么做 那么加赖英明 也做了一些妥却的建议 好 来说这一讲 前天 我们的听众朋友 跟法国说 法国说的单元来源 台湾人不能忘记的 十个日本人 对我们有影响关系很深的 其中第六个就是说 第七个就是说 台湾红茶产业之父 心情更四郎 其实应该是心情更吉郎 那法国是照这个赖这样看 照赖这样设 所以赖那边翻译 中文的时候 心情更四郎 但是我一Google看 核核是这本学 翻译到中文的时候 这翻不对 应该是心情更吉郎 吉祥的吉案 但是有的时候 日本人是这样 他可能原来名叫四郎 在家里摆地市 然后他出社会后 他有的时候 跟一二三四四 给他改过 所以变吉郎 有可能这样 但是Google这样说 他是心情更吉郎 我们暂时做这个修正 那么另外就是说 台湾的电力之父 发电的电力 法哥说松本干一郎 本是日本的本 但是法哥去Google查 我们的提论给他建议 果然没错就是 松木干一郎 松木不是松本 本是日本的本 但是他其实是木头的木 多了一花 这可能也是呢 在欢译的时候 日文版翻译成中文版的时候 他在校对的时候 没有校对出来 常常有的时候呢 发哥你看 发哥最近要发表的新书呢 发哥从头到尾 校定了 他加上那个编辑 校对了要七八次 现在晚上一批一批慢慢的看嘛 还是有措置啊 校对了七八次 还是有措置 所以这个我们给他更正过来 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 给我们提供的意见啊 另外这个是最重要的这个预告就是 文化预告就是 花哥发了一年又三四个月写的在转角为爱朗读啊 最后两场签书会呢 这个礼拜六要在台中签书 那礼拜天要在台北 这两场傍晚 这个出版社帮花哥做的签书会呢 就暂时到这里啊 那么在台中厂啊 台中厂在台中的台中市的中央书局 台中市的中央书局在哪里呢 在台中市中区啊 台湾大道一段235号三楼之二 台中市中区呢 台湾大道上面啊 台湾大道一段啊 啊你就可以找得到 或者你Google去找了 那么台中厂要来的人很多了 精彩了 那么台湾的名文学家宋泽来 那么名文学家呢 这个吴英领的爸爸吴胜啊 吴胜也会到现场了 另外就是高一生的儿子高英杰先生也会来 那么高斯大的名教授唐玉立也会来 那么名师人江志德 一生诗人江志德也会来 另外就是太亚族的名作家呢 What is no gun呢 也会来 所以台中厂 礼拜六下午2点钟啊 中央书局台中市 我们在那边见面 那礼拜天呢 就是圆月10号了 下午2点钟 同样下午2点钟 就隔天的地儿啦 就台北厂 那么在哪里呢 在复兴北路的三民书局 复兴北路的三民书局在台北市中山区 复兴北路386号二楼 复兴北路386号二楼 这个三民书局 要来的作家也很重要 李晓峰教授要来 另外他找廖翠元来唱歌 唱台语歌 包括这个 这个 春梯的辉瑞 在这边呢 陆寒秀的西所下 那么还有名师人 李明勇也会来参加 那么还有胡昌松 也会在那边用台语朗诵诗 另外就是名师人向阳 向阳也会来 所以欢迎大家这回来 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呢 我们签书会为了配合防止疫情 所以呢 大家都一定要戴口罩 没有戴口罩我们不会让你进场 另外就是呢 现在政府要求大家 比较群众的聚会要实名制 虽然我们签书会呢 那个会场不大 来五六十个人差不多就满了 六十几个七十几个就满了 但是我们为了呢 让几太多的人呢 能够先登记呢 登记以后如果那边坐满了 你只能在外面 所以你要登记呢 你先打电话 向玉山出版社打电话 玉山出版社的电话 你拿一支笔 给他记起来 你先给他报名 报名满了以后 我们可能就没办法 我要安排你在外面 那么台北市 02-2775-3736 02-2775-3736 玉山出版社 台湾玉山出版社 这对台湾文化最重视 对台湾文化历史出版 最最认真的玉山出版社的电话 你和他先把台中台北 要出席的好朋友的名字 你先让他报名 他会把座位先排起来 为了防疫的需要 所以大家作为来配合 我们也要有政策节目 也要有政策推荐花哥的作品的大会 还有花哥的演讲 但是防疫期间 我们还是要戴上口罩 要实名制 保险 你先预定报名 台北02-2775-3736 台中堂台北市 都向玉山出版社这个地方报名 好 我们继续来讲 加赖英明的 日本与台湾 日本到台湾 那么这个是中章 就是日本到台湾的将来 日本到台湾的将来 他说 日本自从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田中角龙和他建立关系以后 对台湾并没有签订任何保证的条约 在美国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同时 这个美国也制定了 国会也制定了台湾关系法 那么美国用台湾关系法的法律预计 援续对台湾的帮助和台湾的关系 包括经济 安全 国防都互相有帮忙 那么当初定立这个台湾关系法是非常重要 台湾人的同乡会的发帕 会努力奔走使得这个法立法 会让台湾的安全保护 甚至现在渐渐台湾关系法 渐渐的在美国那边越来越重要 越来越修订重要的协定 台湾跟美国越来越亲切 特别是防疫事件以后 大家看清楚 看清楚中国就面目 但是日本也没有 日本田中角龙跟中国制定关系以后 前制定外交关系以后 跟台湾等一边 并没有任何寒风的来往 寒风的关系 也没有官方管道馈通 所以加赖英明非常的不服计 因为日本的政府是不服计的政府 所以加赖英明到后面我们会提到 他再三的呼吁日本的政府 也应该模仿美国的政府成立台湾关系法 进一步和台湾建立经济文化贸易的这些关系 那么像这样子的日本关系和台湾的关系 自从台湾和日本断交以后 日本和台湾的关系 完全靠民间自动的力量来结合 还好台湾和日本的民间的力量还蛮大 所以这个结合非常的紧密 尤其是东日本大地震 311东日本大地震以后 当然官方就不能这么多钱 这么多钱 不惜了来关心就不能进行 让日本人的民间非常感动 让日本人的民间和政府说 像台湾这种国家 这是我们驾驼的朋友 何况过去 要一百年来 台湾和日本的关系 是这么紧密 没做下跌的 台湾有困难的时刻 我们日本有困难的时刻 何项都帮忙 那么加赖英明先生讲 我在1986年 1986年那一年 我到秋田县的田泽湖丁 田泽湖 稻田的田 毛泽东的泽 湖泊的湖 那里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湖泊 叫做田泽湖 是日本的湖泊里面 全日本的深度最深的湖泊 水深最深的湖泊 而且清澈 日本最大的一个湖是琵琶湖 但是最深的湖是田泽湖 稻田的田 毛泽东的泽 田泽湖呢 旁边就一个田泽丁 田泽丁就等于我们田泽香 而且田泽正的意思了 因为这个湖泊深 而且水干净了 然后周边整个湖泊 都烙满了 开满了枯叶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风景 非常漂亮的一个湖泊 那么在湖泊旁边呢 有个日本有名的温泉 叫做玉井温泉 那么这个玉泉温泉呢 和这个田泽湖丁呢 都连在一起的 那么他说呢 加赖英明讲啊 我有一次 接受田泽湖丁的 香的邀请去那边演讲啊 当时田泽湖丁啊 正在开会呢 决定啊 要把田泽湖 这个漂亮的湖泊 和它的枫叶呢 向欧洲和美国的旅客 来来推动 让它变成一个观光圣地了 因为田泽湖丁啊 这个香啊 他为什么做这样的事呢 因为他看到 杂波罗 杂放的雪祭呢 观光祭做得非常的成功 使得国外的观光客 通通涌过来 到杂波罗 到杂放啊 去看这个雪祭 那么田泽湖的代表 这些市民也在讲 人家杂放那个地方 冰天雪地 都可以做出这么有名的 这个雪祭呢 招来这么多欧美的观光客 那么我们点田泽湖这么漂亮的湖泊 而且旁边又有一个这么好的温泉 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啊 把这个田泽湖的景色呢 向欧美的地区呢 啊 去把它推动呢 啊 所以呢 他就请这个 啊 加赖 啊 英明啊 去演讲 没有想到加赖英明去演讲的时候 告诉田泽湖 田泽湖镇啊 田泽湖湖镶啊 田泽湖镶啊 这样啊 我不认为你 这次田泽湖的枫叶 湖泊和上面的温泉啊 我不认为你们向欧洲或美国的观光客来推动 我不觉得他们一定会来了 而且这个策略恐怕也不是最好的策略 因为杂放的雪季和雪季之间和各国之间冬天的雪季呢 是相连接的 但是田泽湖呢 这么深山里面 你要邀请美国欧洲的旅客来很难啊 那么大家就问他说 那你认为应该怎么做呢 加赖英明马上给他讲说 我认为要推动这个田泽湖的观光啊 应该向东南亚去 而且在东南亚有个地方是最适合 这个国家这个地方就叫做台湾 台湾现在经济很好 而且台湾人爱日本 非常爱日本 而田泽湖是台湾 日本最深的湖泊 湖水最干净的湖泊 枫叶最漂亮的湖泊 旁边还有一个温泉 向台湾人推动啊 台湾人一定会来 那别人就在问说 那你说要怎么推动呢 那么迦赖先生呢 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建议 后来这个建议开启了 台日之间民间交往的管道 那下回就忙着呢 快乐电报办 快乐狗狗饼 97.5 快乐昆嘎南 92.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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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